感情生活 就等你介紹 好久沒露面的Jerry 古清潔受邀擔任開球投手 根本是造福廣大的女性同胞 造福完粉絲可別忘了親媽 是晚上可能會帶她去吃飯 禮物就是有幫媽媽準備蛋糕 因為接下來會在日本發片 會在日本發片 所以可能又就是會不在 所以就是會希望說 有機會就是可以陪陪家人 欸 想要記著剛才是不是聽到什麼重點 Jerry要到日本發片 那F4什麼時候才能合體 大家其實都有在努力 只是因為現在 畢竟大家工作都還是不一樣 所以其實就是看大家的時間方面怎麼樣 像剛剛那個她唱那個流星女出來的時候 就是還是有那個感動 就是會想到說 你如果再看到 就是我們四個人站在台上 那個感覺應該很多人的吧 也是啦 人家F3都已經是人夫了 只剩你一個 到底什麼時候才能聽到你的好消息啊 感情生活 就等你介紹啊 欸 有沒有人說你今天頭髮很好